为三岁孩子当街跪地拦车的老师火了 近日,河北省新级市一段幼儿园老师怀抱惊觉的孩子跪地拦车的视频,感动了无数网友 1月12日,当地所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像往常一样吃饭 这时,一名三岁男童,突发高烧性惊觉,倒地不起 见此情景,老师们立即拨打了120 男童吃饭时突然惊觉倒地,为抢时间 一位幼儿园女老师抱起孩子就冲出门外,跑到马路上向过往车辆求助 寒风吹透了一拙单薄的她,怀里的孩子却被外套紧紧包裹着 此时一辆黑色轿车路过,情急之下,这位老师直接跪在马路中间求救 幸运的是,好行司机立即停下车 二话不说将孩子紧急送往医院 由于送医及时,孩子病情稳定,目前已无大碍 记者了解到,视频中跪地拦车求助的女老师 是心急事哈奇幼儿园的欢欢老师 老师说当时什么都没想,不由自主地就跪下了 就想让车赶紧停下,那个司机挺好心,就送我们去医院了 1月16日,男童家长将这段监控视频发到网上 感谢勇敢的欢欢老师,并希望找到那位善良的司机 引发许多网友点赞留言,全网最美的老师 他当时心理眼里只有学生,真的是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1月17日,男童的家长将紧急送到幼儿园 对欢欢老师表示感谢 1月18日,在媒体和当地交警的帮助下 送欢欢老师和男童去医院的好心司机也被找到了 好心车主说,无论是谁遇到这种事情,肯定都会帮忙的 自己当时也没有想太多 男童家人已向这位好心车主当面表示了感谢 为老师和好心司机点赞